咱们看看这边有硬线木塔 塔高67米 明五暗四总共九成 这个是它的构架的展示 硬线木塔是和意大利比萨鞋塔 还有巴黎埃佛尔鞋塔 并称为世界三大棋塔的 那它棋在哪呢 这个棋棋在哪呢 它的总构架在十万字上 它里面有54种刀工 54种刀工 对 有416多刀工 它每层的刀工 每层和每层的刀工 不一样 所以它号称那个刀工布务馆 这个塔是世界上最高的 木结构的古建筑 再过三十年吧 对 它就是一千岁了 千岁的宝塔 中国的古建筑上千年一历不倒 它里面有三大记忆 一个就是神起 神起 对 就是每个柱子 你看到的好像是一样高 其实它是神起来的 中间这个叫民间 到刺间到骚间 每一间这个柱高了两处 哦 两处 它不是平的 对 它是有比例的 所以这个建筑的造型就会特别美 好看 一个是梅 再一个说说它有它的记忆 四个角都高 里面是这种形式的 它好比说地震了 它四个角把它拘回来了 它就真的都散不掉 这是神起记忆 你看这个还有侧脚 你看到这个柱子是垂直的 其实它都不是垂直的 它都朝里面体现 哦 这就是说神起 侧脚 手锚这三大记忆 这得有多高的智慧啊 嗯 对